泰國的人均所得多少 人均所得是吧 欸對 台灣多少 台灣你告訴我 台灣多少 三萬 將近三萬啦 欸明年就會 三萬嘛 泰國多少 市長知道嗎 財政部長知道嗎 好主席長知道你要來講也可以 主席長你知道嗎 齁你最知道好沒關係 欸我是沒請你來 美女來歡迎來 我大概近兩萬 謝謝 泰國有近兩萬 這大概一萬五左右 沒有啦 我看了是六千多怎麼會 好啊 青菜公公咧 你查一下好不好 六千多啦 一萬多 青菜怎麼這樣 你還自告奉用的 六千多啦 二零一八年的資料是六千多啦 啊 查一下啊咧 不管怎麼樣 我們比泰國有錢吧對不對 主委 以平均 我們比泰國有錢吧 以平均人所得 對不對 泰國可以為了近來豬 損失了 那GSP 就是美國給泰國的 叫做 普通化優惠關稅 total48億美金 他把它砍掉 八點多億美金 佔了六分之一 佔GSP 啊 優惠裡面的 六分之一 泰國做得到 台灣比泰國也有錢啦 泰國即便在比台灣沒錢 人家為了國民的健康 不給你泰國 不給你泰國進來 為什麼請問你經濟 國安委主委告訴我 我們到底得到什麼利益 得到什麼經濟利益 有沒有 到目前為止空空如也啦 只有得到武器而已啦 然後你這樣子自動 主動送上門 主動開放萊豬 主動把台灣的人民 送到險境裡面去 我真的很 說感覺很難過 講這話很難過啊 台灣人不如泰國人 台灣人的命不值錢啦 泰國人政府沒錢 但是他為了全民的健康 他就呼應了 大家最喜歡講的 人民的健康 不可以用任何政治利益來換 台灣就是這樣子 這到底 這到底這個政府 是上全入國 殘害台灣的人民 台灣人不如泰國人 因為台灣的政府 不如泰國的政府 講到這裡老實講 要對泰國政府致敬 他零業損失八億多美金 優惠的金額 他也不願意 進來有風險的萊豬 來 部長你講一下嗎 不是 我請陳部長講 進口萊豬到目前來講 齁 並沒有安全的問題 泰國為什麼要進呢 你去跟泰國講 泰國為什麼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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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那也有很多國家開嘛 開二十七個而已啊 一百六十個國家進啊 對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開呢 經貿理由各種理由 但是我們說 我們什麼理由 經貿理由 人家經貿理由 損失經貿力 所以我才問你們 但是有安心的問題 我們知道什麼經濟好處 沒有得到經濟好處 而且看不到啊 現在看到只有一堆武器而已啊 沒有看到那個的經貿啊 那BOT BOU 現在 政府立場我們盡量讓大家安心 安心 你講話人家就不安心啊 陳時中以前高高在上 神台下早就掉下來啊 掉到地上滾到地上啦 大家一起努力讓人民能夠安心 不是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你也承認了 剛才講了 你說這個題目有真理 看看泰國 想想泰國 看看自己 我們比泰國有錢這麼多 結果 是人民的 使得安全 如無物啊 沒有是安全還是沒有問題 安心 大家要一起退款 你什麼都不敢做啊 來自於標示也不敢 對不對 茶場也不敢 就半套 已經進來的 我去查啦 我正在查 已經進來的53家 好幾家都有來租啦 結果你這樣網開一面 等於沒有茶場啦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讓人家 讓人家很痛心啦 陳部長 你以前防疫的功勞 大家都講早就磨光了 不要想你還是以前那個抗疫英雄